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鄺俊宇 今天是2022年11月29日 星期二 來到晚上的這一節 這一節跟各位網友說說的好消息 就是強積金今個月竟然有錢賺 厲害 今個月賺了多少錢 也說連蝕了多少個月 說今年拉雲究竟賺定蝕和各位一起說說 既然鄺仔說賺定蝕也沒所謂 因為一天不能提早拿強積金應急 這個政策沒有落實的話也挺難搞的 大家看著強積金的數字輕嘆 另邊商也說說香港各大最新網絡熱話 話說將軍澳康城居民歷數康城的六中罪 什麼的一回事跟各位一起說說 說到之前記得按訂閱免費訂閱鄺俊宇的頻道 就看廣告月牆是對礦仔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路友基 事不宜遲先看看這一則最新消息 根據有線新聞的最新報道 連蝕五個月強積金終於轉賺 今個月人均賺一萬七千元 但是全年計仍然要虧錢 報道的內文是這樣的 強積金顧問公司數據顯示 打工仔的強積金投資 連蝕五個月過後 終於在十一月有盈利 人均回報約摩一萬七千元 環球股市是回升的 帶動強積金人均回報 扭轉過去五個月的跌勢 強積金顧問公司GUM就公布 截至今個月二十三日 打工者的十一月強積金 平均有超過一萬七千元的回報 不過年初至今平均匯人 仍然要虧超過四萬元 本月全部基金資產都獲得正回報 當中港股基金跑贏美股基金的回報 達到兩成 但年初至今的回報要虧近兩成八 表現較虧17%的美股基金差 全年至今唯一有正回報 就只有強積金保守基金 但回報不足1% GUM的執行董事黃玉倫就這樣說 要我們預期全年的強積金回報 我相信仍然虧損 剩下的這個月要追回所有的虧損 難度就很高 我想仍然有雙位數的跌幅 我認為再大跌的機會較微 我們預期保守基金 在下一年的回報率 可能有2%都是合理期望 但如果要追上通脹 其實保守基金是追不到的通脹機會是很大的 機構就表示未來中港股票基金 或者受惠房地產救市措施 與入境限制鬆綁等等 但近期疫情再度升溫 或者會令市場擔憂再起 最新強積金仁均賺1.7元 不過不要那麼開心 由年初至今仍然要虧4萬元 亦都說未知12月的壓戰況 不過意思也不大了 加因到現在為止 強積金都不能夠提早拿 甚麼事幹都未必能夠提早拿到錢 結果很多人都問 為何不可以制定一個政策 一半也好 四分之一也好 讓大家可以提早拿錢 只是看著他如何蝕 或者如何賺 但賺的都好像不夠蝕得多 較早之前 即是積金局的主席也都說過 現在的強積金看極長線 我經常都說賺就基金佬 虧就打工仔 職金局每個人都高薪厚職 只是主席年薪四百多萬 所以其實在這個時間 打工仔的血汗前 就去了強積金 然後虧又好像不關大家事 賺又好像不關大家事 因為你去到65歲 你才能夠拿到那批強積金 另邊雙也說說這則網絡熱話 根據HK01的報道 將軍澳康城居民狂掃屋苑六大罪狀 空氣差 望墳境 零配套 就說連這件事也沒有 報道的內文是這樣的 位於將軍澳旁邊的日出 日出 報道的內文是這樣的 位於將軍澳旁邊的日出 康城是由港鐵公司策劃的一個大型私人屋苑 有不少住宅 有幾萬位居民 日前有網友在討論區上控訴堆填區 傳出惡臭 交通配套不足 未來還要發展將軍澳的137區 大省這個區內的生活非常難捱 將軍澳跨灣大橋最近落成 並打算在12月11號通車 附近區域的住宅 車位需求增加 但有網友日前在連登討論區上控訴 鄰近日出康城區的生活質素差 港道居民已經一次又一次忍受苦況 發展計劃當時改名日出康城 如意東方陽光有朝氣的健康之城 但12年前一班勇士 心甘命底入去做開荒牛 沒有商場、沒有配套、含辛如虎 忍受著環保大道的堆填區之名 項目頭兩期入伙的時間 不時被市場批評空氣差、有臭味、甚至有沼氣 網民歷數日出康城的六中罪 第一地鐵是班、廁所 第二海景是雙墳或單墳墳 第三大量泥頭車出入環保大道 第四沒有商場、沒有配套 第五空氣不好 第六原來連油局也沒有 事主表示日出康城的居民在地鐵班次梭落 經常有泥頭車出入 沒有商場配套的情況下 忍耐了六年 正當以為終於有好消息 宣布堆填區在2016年開始 停收家居垃圾甚至關閉 2018年又再次成為泥頭車的源頭 將軍澳臨時填料庫的運作延長到2023年 就說真正的一口砂糖一口市 日出康城的居民只可以 致敏不作聲 忍痛承受 市主又說佔地達到48平方尺的商場 在2020年才終於落成 但政府發展將將軍澳137區 地鐵圓線加填海大量的興建公屋 又有意將油塘的運營土廠搬至區內 認為本來居民密密忍受 交通配套不好 空氣不好 泥頭車多 是因為康城沒有公屋 有海景 雖然是有份的海景 但發展137區一下子 就將康城最殺食的海景 和沒有公屋完全抹殺 鐵文引來熱烈的討論 不少人認為如果只是港間屋就抵住 但其他配套方便程度也不行 當中有網友指 康城連油局也沒有 即使首都屋苑有自動寄件機 亦只能寄小包裹 大件一些都要特別去到將軍澳記 亦有人表示區內車位不足 難地停車場都叫價3000至4000元 亦有前居民分享到忍了十幾年 終於去年搬走了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網民激烈辯論康城到底是否值得 大部份康城居民哭苦 在過去二年計時 康城的確是開荒牛 沒有商場 那時的交通亦不方便 鄰近堆田區 環保大道有泥頭車等等 近年情況好像未見改善 結果康城居民大吐苦水 網民意見都兩極 不知各位網友有何看 不妨留個言聊天 另一邊雙也說說這則熱話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道 大埔街市買紅衣魚 疑似遭到尼貓換太子 港南氣爆發 就說這條魚回到家變成蠻合 報道的內文是這樣的 買魚都會遇到尼貓換太子的情況 有港南在網上發帖文指 在大埔街市一個魚檔 選了一條眼睛的紅衣魚 交給魚犯處理 想不到回到家後 就發現那條紅衣魚變成蠻合 令它立即生氣 那名網友在日前 Facebook群組 香港街市魚類海鮮研究社發帖文 指第一次在大埔負善村街市買菜 並在一個魚檔選了一條眼睛的閃亮亮的紅衣魚 再交給一名站在右邊針板位置的店員處理 隨後站在左邊針板的店員向他表示 已經劏好魚並將魚交給他 想不到回到家後 那條魚變成蠻合 相關的貼文隨即印尼熱烈討論 不少網友批評攝氏魚檔的行為 並指這麼無良 亦說騙徒的手法層出不窮 所以在街市買魚或海鮮一定要妄食 否則隨時中伏 簡單來說 這件是尼貓換太子 拿了另一條魚是慢的 即是沒有眼睛 但換了一條眼睛的 即是兩條魚不同 不過那個市主沒有懷疑 可以回到家才察覺這件事 寫到上網後 發覺有不少網友都有所共鳴 就說在街市買魚的時間 即是看著距離湯是最好的 我是郭仔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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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